好 这样的情况 监察院是不是应该好好来关心一下呢 不过现在监察院到底在忙什么呢 好 令人相当纳闷喔 怎么是在关心前总统李登辉的身份 到底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呢 因为今年1月份监察院公布了一份报告 内容出现李登辉仪式 日本人的私生子 那么这也是第一次有官方文件 谈到李前总统的身世 不过今天受访的学者先跳踹澄清 他说他当时讲的是应该是 并不是监察院说的肯定句 不过现在监察院提出这样的报告内容 杨立伟大骂 难道监委们是吃饱太咸了吗 前总统李登辉和日本友好 一直是公开的秘密 但没想到现在被无限上纲 成了监察院的调查报告 监察院在今年1月通过了 公布版的调查报告中 记录了世新大学教授齐嘉玲的访谈 提到李前总统的确在中国 加入中国共产党 说到人生不断在变化 他应该是日本人的私生子 没有错 还说李前总统晚年写的书 对日本都充满了爱意的情怀 他的父亲应该是日本人 监院报告 聚聚斩钉截铁 指导李前总统的身世 但问题是 证据在哪里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些的说词 是怀疑可能是 我没有用肯定句 没有可信度吧 搞比说我们家那只乌龟 对不对 我已经为她吃颗苹果 我女儿说浪费粮食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学者访谈 未经查证就全文照录 还成了监察院公开的调查报告 引起外界争议 连自家监委都不想停 最高监察机关 没有做到整次官吏之责 反过来窥探前总统身世 如今还推给学者 强调跟自己无关 于情于理恐怕都难招公信 三立新闻黄大风宏婉珍 台北采访报导 不过到底